繼之前明報記者在法庭外被執法人員兩度推撞 兼問候拍甚麼之後 上星期三,HK Free Press 一個法庭記者 都被兩個戴耳機的男人 由家開始跟蹤一小時 被踢爆後躲進藍廁,再走人 執法人員說在查 但原來這些情況不是冰山一角 記協今天出聲明 上星期收到不同新聞機構和記者反映 多個記者被不明男人跟蹤 記協提到21號立場案審完後 有多家傳媒記者反映 有兩個男人在區院記者室內培回 兩個人曾經向法庭保安訴訟 其中一個在記者室前站超過一小時 有記者說他只有嘗試跟記者離開法院 根據男人的衣著和行為 懷疑是便衣執法人員 記協對有記者被跟蹤表示非常憂慮 擔心有人企圖用威逼手段 損害記者採訪權利 記協強烈譴責針對傳媒行為 重新絕對不容許任何針對傳媒 新聞工作者的威嚇和脅迫 任何文明社會都不會接受這些行為 記協正在問警方和司法機構 他們是否執法人員 和更一有沒有針對記者的執法行動呢? 如果那些不是執法人員的話 便速請警方嚴肅調查跟進 早日將他們誠之於佛 觀眾期待Channel C App 一機掌握最新資訊 貼地了解香港事 全真資訊停不了 Channel C App 強勢攻測中 HC 政宗 感谢观看